她因美貌导致两个国家覆灭,但也因美貌救了一国百姓,此人便是桃花夫人西龟。 西龟到底经历了什么?为何会导致两个国家灭亡?难道长得漂亮也是罪吗?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,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一波。 春秋时期,诸侯邻里,如今的河南淮阳地界在当时都是成国的国土。 陈国国君陈庄公西下有两个女儿,其中大女儿早早就嫁到了蔡国,小女儿就是今天的主角西龟。 据说西龟降生的时候百鸟来潮,陈国的桃花也一夜绽放,因此人们也将她叫做桃花夫人。 西龟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,目入秋水,脸似桃花,小小年纪就有了倾国的容颜,她的美丽也传到了周围列国中。 待西龟急急之后,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,其中大多数都是王侯将相。 陈庄公担心女儿会受欺负,便找了个国力不如自己国家的西国。 女婿是西国国君西侯,西侯抱得美人归自然是爱不释手。 但西龟嫁到西国的时候,西国由于己任国君数以正事,国家已经非常衰弱了。 西龟不是普通的女子,她从小阅览群书,有深厚的见识。 为了改变国家的现状,她想尽办法劝老公西侯请于国政。 西侯也是个听劝的,在夫妻俩的努力智力下,西国的国力愈加强盛。 但让人问问没想到的是,之后发生的一件事,让他们做的一切付诸东流。 西国彻底亡国,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被姐夫调戏却导致丈夫被灭国,西夫人究竟有多惨? 公元前684年,西龟回娘家探亲的时候,正好路过姐姐所嫁的蔡国。 她想着好久都没见姐姐了,便向姐夫请求让姐妹团圆片刻。 蔡国国君蔡哀侯丹于酒色,想到小姨子素有倾国倾城之称,便想借此机会看看传闻的真假。 于是她命人将西龟的马车及随从都邀请到了蔡国都城内,当天晚上专门设宴款待他们。 西龟想当面笑姐夫表示感谢,便没有拒绝这个邀约。 晚上西龟身着宫装赴宴,本就角色的容颜在华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诱人。 当西龟踏进宴会听时,所有人都被她的容貌深深吸引。 身为西龟姐夫的蔡哀侯也不例外。 她接着酒意,公然对小姨子动手动脚。 西龟感到十分受辱,宴会结束后就立马打道回府,将蔡哀侯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丈夫西侯。 西侯听说妻子被调戏后怒火中烧,可爱于西国的国力远比不上蔡国,她只能借到杀人。 当时楚国楚文王一直想吞并蔡国,于是西侯派人对楚文王寻求联盟,让楚国假意进攻西国。 然后西国再向蔡国求救,等蔡国组成无人之计,楚国便能趁机一举消灭蔡国。 楚文王认为此举可行,便接受了西侯的建议。 公元前684年9月,楚军派兵攻打西国,实际上军队都埋伏在了蔡军都城南部的深地。 之后如西侯所预料的一般,蔡军在出手救援西国战败,蔡哀侯被楚国俘虏,但因西侯的美貌而引起的战乱却没有因此结束。 因一位绝代美人引起的灭国战,难道长得漂亮也是错? 蔡哀侯得知自己被西侯设计后,心中燃起熊熊的复火之仇。 他为了报复西侯,故意对楚文王说西夫人貌比天仙。 楚文王一听果然心动了,于是他以寻游的借口来到西国,想要一睹西龟的容颜。 在西侯设下的宴会上,楚文王见到了让他朝思暮想的西龟,容貌果真是世间罕见。 随即他就决定要得到西龟,第二天楚文王借设宴答谢西侯之名,暗中埋伏好了军队。 当西侯携西龟上来赴宴时,西侯马上就被控制住了。 随后西国被灭,当西龟得知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而起时,决定投井殉国结束一切。 此时楚文王却叫人带来一句话,西夫人生,则西国百姓生,西夫人死,西国百姓死。 西龟为了西国的百姓值得活下来,最后嫁给了楚文王。 西龟来到楚国三年,为楚文王生下的两个儿子,有一个是楚国的下一任国君楚城王。 但即便如此,西龟三年却从来没说过一句话,楚文王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何如此。 西龟流着泪回答道,我先后伺候两个丈夫,想死都不能死,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。 楚文王为开解西龟,便让他出城游玩,谁知西龟在城门口见到了已经伦文守门小力的西猴,两人抱着互诉相似之情。 随后西龟说自己最后的心愿已经达成,便一头撞死在了城墙之下。 得知消息的楚文王认为这一切都是蔡国造成的,于是再次派兵攻打蔡国,蔡国灭亡。 可以说西龟是这几起灭国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,但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因为他的美貌,而是掌权者永远不会停止的野心。 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?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,点击关注,咱们下期再见。